4月28日上午 一营穿插不力陷入困境的消息传到了失指挥所 市场刘昌有急的跳了起来 马上要通了军炮兵团的电话 命令重炮急速射击压制越军的炮火 除去一营之外 其余单身攻击的二营和三营部队 也在丛林当中左冲右突持续苦战 部队几乎都被打散了 用三营营长脏雷的话说 就是羊跑散了 跟不上来怎么办 刘昌有左思右想 命令狮炮团用122毫米的榴弹炮来指示方向 炮弹落下的高地就是1072高地的方向 结果这一招还真灵 走散的战士很快就聚拢了起来 向榴弹炮指示的方向展开了进攻 这个时候能为一营做的也将就如此了 28日5点56分 进攻老山部队炮兵群 向老山50号54号1072高地实施了猛烈的火力极洗 炮弹飞黄般的倾泻在越军阵地上 据统计 这次炮火准备 光某军炮团4个营就发射1000多发炮弹 不过 已习惯于在烈士火力下作战的越军 早有准备 在老山上充分利用地形 构筑工事 还有许多天然溶洞 暗宝 地道 地下室 与交通兜 浅豪 不少都处于炮火打不到的死角 因此 中国军队的炮击虽然猛烈 并未给越军的主体阵地造成多大破坏 大乡那一天 它整个天都是红烈 半天都是红烈 停也停不见 什么也停不见 整个都是炮弹 大炮打完以后 独探机里面就像我们的小宝 开始打哪个高地 一晚上 整个真地不像哪个真地一样 哪个真地一样 我们就 去哪个高地试试这样 一晚上都没有停 直到我们的炮 基本上就能打两个孩子 六点十分 越军的炮火开始进行火力反准位 此时 只能乘一路穿插的一营主力 还未穿插到位 很多战士还跌跌撞撞地 在丛林中行进 完全暴露在1072高地 和76号高地 越军的火力之下 事实上 越军的火炮 早就瞄准了这片峡谷和森林 用来拦阻射击的 是美式105榴弹 装有顺发和空爆引擎 这种炮弹 一碰到树枝就爆炸 暗变成散状散播 杀伤面大 直径150米范围内的人 都难够闭 越军的敌发炮弹 就是落在我银指挥所 也就是78号高地 或1114高地的激发部 炮弹的弹片把我的钢盔 崩掉了 打了一个什么 五公分的一个口气 命令我们的什么银指挥所 信手占领78号高地进步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机了 一连报告 我已经占领了 冲击出发位置 三连报告 我已经占领了 冲击出发位置 二连报告 我们已经进入了 1214高地 一营穿插分队的 腰部和尾部 恰好在越军的 火炮射击范围内 伤亡最大 二连处于穿插分队的腰部 正禁止 1214高地南侧 突然遭到越军 猛烈炮火袭击 当即伤亡30余人 连长王是田 指导员周少林 指挥连队 不过一切向前冲 越军的炮弹 追着二连达 一路又有不少人倒下 在冲过78号高地 和51号高地后 二连已伤亡50余人 因任务紧急 连伤亡也顾不了 只有等后面的军功连来救护 我们一人这一条穿插楼线 甚至最后在战斗中 脚踝瑞尊的底头来看 恰恰是 瑞尊 炮火 覆盖的 只要的一条楼线 起码有一个 有一个腰二这样口径的一个炮 有一个连 对我这条路线就是不简单的进行打 形势万分危机 向昆山决定 由他负责全营的进攻和防御 营长刘年光向下指挥 教导员陆豪向上汇报 向昆山让流年光通知二连和火力队 让他们赶快把连队带出炮击区 伤员劣势也一起抢救出来 然而 一切都太晚了 二连冒着炮火冲向预定攻击的48号高地 副连长从明来突击派向高地发起冲击 越军以猛烈的炮火和轻重机枪火力进行拦阻 从明重炮牺牲 突击派进攻受阻 不久 连指挥所又遭到越军炮火袭击 连长王世田赴重上索飞战士 飞下战场后牺牲 指导员高少林 左腿被弹片削断 身负重伤 实际上最后剩下的干部 就是只有王斌一个人 王斌 王斌实际上 他在连队的位置 他有在后面一点 在连队的位置 他是抢救主 因为按我们这个部队的编则 就是副指导员负责救护 在连主要指挥人员都已伤亡的情况下 二连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剩余官兵各自为战 奋力摆脱困境 为了抢救伤员 二连副指导员汪斌 带领军工队深入战场 在48号高地附近 遇到粤军炮火袭击 王斌被炮火震昏 而不幸遭粤军俘获 二连的副指导员 我司务长 因为副指导员的王斌 司务长的韩金才 韩金才是我的朋友 他们两个就经过我的前面 我说过来 到我这个地方抽着烟吧 他们说不了 我们要去抢救伤员了 在满山隆隆的炮声当中 筋疲力尽的穿插营 伊营被打散了 刚刚还在一起行军的战友 有的还没看见敌人的影子 还没射出一发子弹 瞬间就被炸得四分五裂 狠狠而去 向关山心如刀脚 他强忍着痛苦向团礼报告 在穿插途中遭到炮火袭击 部队伤亡惨重 损失惨重的三连搞错了方向 副营长张仁龙连长郑周琴 带着剩下的六十多人在丛林里 像困兽一样左突右撞 在进至五十一号高地 一二一四高地之后 彻底的迷了路 见到山头就往上冲 结果把原本由三营攻击的 五十六号高地 五十四号高地 误认为是七十七号高地 分别向两个高地发起了攻击 越军的阻击炮火非常猛烈 三连官兵拼死冲击 杀伤了部分越军 还打下了一个山头 在这个时间 同时报告了一个情况 三就是三年的 副营长带的一个牌 找不到了 最后知道 他带着这个牌 在炮火准备 击击以后 信手向 越军真理发起了增绩 而且攻击这个 这个山头 不是我们 一人的任务 也不是他三连的任务 而是我们三人的任务 在集战中 三连的建制被炮火打乱 副营长和五个牌长全部牺牲 副营长张仁龙 也重担负伤 一直冲锋在前的三连战士 王剑川 倒在炮火下 结束了他年仅 十九岁的生命 鲜血净染了 揣在身上的日记本 染红了他写给母亲的诗 二连的连长牺牲的 副连长牺牲的 指导员中刹 副指导员被复 那我们三连 三连的五个牌长 怎么牺牲的 实际上 但是实际上是 当时我们整个部队就被打乱 被那个野军的炮火 就打乱了 满山 便有 都有我们三连的战士 实际上他们国资为政 就往上面打 千帆百计的 完成任务 尽管伤亡极大 各连仍没有动摇攻击决心 走在最前头的副营长 顿景田 甩一脸 拼命插向1072高地 在慌忙之中 偏离了方向 走到与高地 隔一条深沟的山梁上去了 在原路返回 时间已来不及 顿景田和官兵们 连滚带爬地 从竹林密布的深沟里穿过 带着一身血痕 奋力向1072高地 发起攻击 当时一大大乡 这个连仍指导院 有时间 一看基本上到尾了 就发起重逢了 我记得 还有当时那个 铁锹手成江 还有几位同志 连速重逢 就在那个时候 牺牲了好多同志 1072高地上的越军 发现一连接近后 以猛烈的火力进行拦阻 东侧76号高地的守敌 也向一连射击 顿景田命令连长胡香江 率二排两个班 攻击76号高地 自己和副连长率一排 三排 向1072高地 发起冲击 越军在76号高地 77号高地 和1072高地 驻有一个银部 带一个连的兵力 依托坚固攻势 和险军地形 顽强抵抗 还有后方炮兵 105榴弹炮的支援 凭一连的这点兵力 想拿下这几个高地 难度极大 拎着重逢 肚子塌了一劲儿一劲儿来 就像 白天就像我们家里 都放鞭炮那种样子 我也想 有些是虚光弹 有些是那种子弹 最后只会着 那个盆火抢收 这个影子 就盆火 然后冲进第一道账号 冲了三十次吧 死了后 七八个同志 当时我进来 真正冲上去了 就是我和同情员 还有几个同志 一连各派 多次冲击1072高地 和76号高地 但都被居高零下的 越军击退 伤亡很大 顿景田赶到 手里兵力严重不足 吉祥银指 请求增援 而此时 一营各连伤亡严重 已打成乱仗 一时 没有成建制兵力 支援一连 向昆山 请求团预备队增援 团指仍命令 一营 收拢人员 继继续攻占1072高地 无奈之下 顿景田亲自带队 连续攻击五次 打到两个牌 只剩下20余人 终于攻占了1072高地 表面阵地 残余的越军 退守到坑道 和掩壁部内继续顽抗 敌跑兵 也不停向1072高地 轰击 夺下来的阵地 难以巩固 这时 连长胡湘江 率二排 四排一部 攻打76号高地部下 手里兵力 越打越少 听说已经攻占了 1072高地 就命令副连长 带人向他们靠拢 尽管顿景田反对 但一三排余下的兵力 还是被带去 围攻76号高地 1072高地上 只剩下顿景田 与通信员 守着伤员和劣势 没有通知他们 因为那个地方 我没有电台 我到了76号高地后 这个因为当时地震 还袭击76号 后头跟我们那个地方 才去的联系 一直等了四个小时 团营仍没有派援兵上来 1072高地上的残敌 发现阵地上的中国军队不多 又钻出来进行反击 顿景田想迎指呼唤炮火支援 向昆山命令他们先撤下来 撤下来容易 再想上去就难了 炮火集袭过后 越军开始了炮火反击 又将1072高地前沿封锁 顿景田在转移时 被敌炮火炸伤昏迷 通信员和卑着的伤员 都被炸死 他醒过来后 咬着牙 又只身向1072高地爬去 我醒过来以后 找通知 找通知 也没有找到 后来 在腰中七日放育了一天 到野园 我们几个 上面也不致愿 找我们也找不到 五零零的几个人 在那里活着 向昆山和营长刘年光都急了 兄弟营捷爆贫传 唯独一营损兵折将 进攻受挫 简直是奇耻大辱 可是二连三连都损失过半 营里已经没有兵力 去支援一连 攻打1072高地了 向昆山不得不再次向团指 请求增援 团指终于同意 支援一营 下令担任团预备队的 某团四六连投入了战斗 到了下午14点40分 一连终于攻占了76号高地 这时 刘年光还想再拼尽全力 拿下1072高地 他找到了二连九名失散的战士 带着他们向高地冲去 越军发现后 一个炮火急醒 九名战士全被炸死 刘年光被气浪掀翻在图坎下 才幸免于难 攻占76号阵地之后 连长胡香江组织全连 剩下的17名战士 前来支援1072号高地 与孤长南明的顿景田会合 一连鼓起于勇 再次向1072高地的残敌发起进攻 但是因为越军炮火太猛了 加上攻击力量不足 先后攻击了两次都未能奏响 这次一连也丧失了战斗力 在付出重大牺牲 部队混乱散失的艰难的情况下 伊营并没有溃散 也没有一个人退去 那些迷路的战士 三五成群各自为战 哪里有枪声哪里去 顽强地在各个高地上战斗 一连四班长陈宏远 在穿插途中迷了路 他寻着枪炮声的方向前进 孤胆作战 在敌人的网撞阵地内 先后三次和越军遭遇 消灭了14名越军 并且捣毁了坑道内的越军电台 随后陈宏远又进入了一个短洞 然后呢 又先后击毙了两名越军 以及一条大黄狗 自己的左腕和左眉骨也重担受伤 在继续沿倩豪搜索的时候 陈宏远遇到了三名重伤的战友 后来在战地上爬了三天三夜 到第四天终于归队 所以陈宏远这个程度 对我的印象比较深 但是最后 打完仗 第三天呢 我跟阴长 他有通信员 把他在57号高地 这个山脚下 丛林里面 把他找出来 从来这个时候 你喊他了 已经睡不出声音了 对吧 已经就 回话的这个力气都没有了 另外还有两个战士 其中牺牲的 其中一个牺牲的战士 后来部队派人 袁鲁做了调查 证实了陈宏远的战绩 战后 他被中央军委 授予孤单英雄荣誉称号 血战到黄昏前 二连在前来支援的某团 四连配合下 终于攻占 并巩固了48号高地 并继续占领了47号 49号高地 然而伊连拼尽了全部力气 仍未能夺回1072高地 经历了噩梦般的一天一夜 伊营伤亡很大 剩下的官兵们 没吃没喝 天宫不作美 又电闪雷鸣地下起了中雨 对于受伤的老山主公团 干部战士们来说 真是雪上加霜 雨水浇灌在伤口里 加大了伤口的感染几率 我记得是28号 29号 30号 那么这三天时间的话 后边基本上那件事 这个吉祥物上都上不了 那么应该是在 30号的时候 那么我记得是 第一批犯你送上 送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犯了嘛 都已经是 按住云南人说的话 你收掉了 当时111是 给我们那个 那个锅里面的嘛 那个水要升清 到了最后那个水呢 都是变成了 水呢 不要不要 都没法喝了 但是男生也说 那个饭呢 都是变味 但是变味呢 也还得吃平衡 牺牲太惨重 很多优秀的干部 倒在了穿插路线上 特务连连长 孙思广 自幼习武 身手矫健 在全团赫赫有名 他带着侦察分队 在老山战区 侦察了一年多 获有不少 有价值的情报 这次负责为 伊银带路穿插 在遭受炮击时 不幸牺牲 他是从小学武术 他一个人可以 反倒五六个人 没有跟敌人 连对没有人揉搏战 但是他在前线 侦察了一年多 去过来了 有一些分杂 到最后牺牲了 心里边 总是用业 一辈子都不会忘怀 伊银副教导员 韦玉辉 负责收容伤员 劣势和俘虏 在跟着部队穿插时 遭炮击身负重伤 被担架抬了下去 在途中 又遭炮击 当场身亡 韦玉辉 是主攻团 4月28日当天 牺牲的最高职务干部 21点时分 爆化机里 传来了上级的指示 为防敌反扑 今夜停止进攻 立即组织部队 就地转入防御 向昆山 马上和刘年光 布置各连剩下的残余人员 开挖攻势 设置障碍 做防御准备 然而 四时上级又来了命令 让伊营营部 立刻向76号高地转移 但向昆山考虑 夜间转移不易到位 会遭到更大的损失 因此 他坚持 应该天亮之后转移 他的抗命不从 惹恼了上级 连参谋长杨公立 也来了电话 劝他服从命令 他呢 当时我给他讲话 我劝他的时候 我这话都说出来 我说我老同学了 一个家住了一年 我能害你吗 我说你只要听过一句话 我说我知道你太难了 我还说这话 我说你我真的太难 周围商务员 历史那么多 而且那整个阴影 打得散了 你又身临其境 你不像我们在指挥所 我们在指挥所稳定啊 周围也没有炮 也没有响 是吧 我 但是你要承认一个事实 我现在逼你 这个冷静 考虑问题 走到 向昆山无奈 只能服从命令 不过 此后上级 又考虑了 伊吟的实际情况 很快撤销了 夜间转移的命令 第二天 天蒙蒙亮 向昆山带着 银部和剩余人员 悄悄地转移到了 76号高地 伤亡过重的伊吟 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伊吟的话呢 第一 我认为他 不折不扣地 执行这个作战方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部队遭受那么大的伤亡以后 没有一个人后退 他没有后退一步 将方的话呢 是把那个 他营里边 包括那连里边的话 把那个 把他的 三员列是刚快进入了一个 进入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 叫人守着 其他人继续战斗 后来 从攻上主封的三营八连 缴获的越军地图 发现 上面标注的我军 可能穿插路线 与伊营实地穿插路线 完全重合 也就是说 越军经过分析 早已预判到 我军的穿插路线 因此算好了炮兵设计诛援 战斗打响后 就对这一路线进行设计 战后 谋军作训处参谋李向 还专门沿着这条穿插路线 走了一遍 所以路两边 你都可以看到 当然 我第三天回来的 往那儿过的时候 虽然都已经 烈士的遗体都已经清理完毕 但是那个 那个穿插路线上两边 那个树梢上 那个绷带啊 碎衣服啊 甚至碎肉啊 都挂在树上 一路上都是 所以可以看到 当时已经穿插路线 还只是说很大的代价 炒到了位 因为这次不成功的穿插 向昆山在战后受到了审查 差点上了军事法庭 后来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尽管他的临职指挥 有可商榷之处 不能说没有过失 但是将责任都推给向昆山 也是不公正的 他忠实地执行了命令 在作战当中毫不退缩 经历了生死考验 战后还勇敢地承担了责任 他和义营的战友们 无愧于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